我们今天听到专家解读完这个航运股之后 似乎领悟到一个道理 那就是说股价它永远是领先于基本面 那今天我们就要请专家好好帮大家 从基本面继续做研究 到底今年谁才会有真正的股东汇航行 不过刚刚其实汉薇告诉大家说 金融股当中不要看它这个大牛股股本很大 好像长不动 据说富邦金如果您今年初做操作的话 到现在大赚50% 对 就是没有50%至少还30% 当然就看你买进的点位 价位 但是讲到这个富邦金跟国泰金 我们也可以替市场上几位同业或者达人教教区 你看两年前我们看国泰金的月线图股价走势 两年前就开始有人 包括非凡也去访问一些达人 市场上投资高手 你可以存金融股 就我记得那时候也很多投资人 不要说讲什么 打来非凡念说 替你们的专家讲存金融股 没有赚没有赚 可是你看 放到现在的话 对 放到现在 他两年前可能大概50块也跌跌跌跌跌到2 30块 3 40块这样 你可能就会觉得心里很不好受 就像现在海印股一样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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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觉得心里很不好受 所以转个弯又是不同的风景 对 就没想到今年你看又全部上去了 国泰跟富邦就是因为在这些 他们公告出来的获利 这两家光是这两家加起来就赚了 前上半年就赚了快2000亿 但是你今年有去注意到金融股吗 没有 大家的关爱的眼神就像刚刚建成讲 电子不爱 金融不喜 只有航运跟钢铁 给我航海王跟钢铁人 所以我刚才跟孟孟讲 股票就像男人一样 你对它越好 它对你越不好 所以要对它不好 你要对它不好 你就是扶不起阿董 你赶快给我上来 你赶快给我起来 所以人家说行情在绝望中诞生 对 那为什么我就刚好这个时间 就拿这些金融股来跟大家谈股东会 倒不是说航运股真的就没机会 而是我们要从股东会里面看一些契机 因为你没有发现到 但是我们帅一些 就像刚刚建成讲 大家要做功课 蒙蒙讲你收盘之后 就是锁定非凡商业台 我们会把很多资讯 三大法人也好外资 甚至什么期货借券 多少通通都公布好你 万一没看到没关系 Facebook跟YouTube 按再订阅小铃铛 你就已经看得到 好 赶快回到这个主题上面 那到底是会不会下半年 还是有机会靠这些金融股 引领风骚 我是觉得几率蛮高的 因为大麻发现到 前一波突然外资也开始在某一天 买一大堆金融股 虽然说后来它可能有慢慢调节掉 但它有它的策略 可是你看我们还是看一下 富邦金的今年的走势好了 也是非常亮眼 我们只抓今年就已经非常亮眼 你说你今年什么时候买 对啊 你今年什么时候买会赔钱 你没有赔啊 对不对 那后面就不保证 因为现在的股价是相对最高 所以还是要看你进场的时间点 所以金融股价它是获利不错 尤其像这种大型金控 以受险来讲 就是行情越好赚越多 因为他们主要是拿保护的钱 来去做再投资 那投资当然要赚 不然我怎么会有钱 可以付利息给 所以他们操作都是比较大型 比较稳定的操作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种 就是说股市多头 那我有想看有没有哪些公司 相对在股票市场多头 它是直接比较受贿的 我想这种大型金控股 尤其在股东会今年也提到 看起来今年展望都还不错 至少今年下半年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性因素 但是震荡是难免 所以我觉得这种国泰金 富邦金 其实大部分金融类股在上个礼拜 就是节目播出的前几天都已经开完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看看 它后续有没有股东会的效益 那除了这个国泰金跟富邦金 当然我也替我自己的老同家讲一讲话 因为很多泛官股的今年表现 真的不如果这些受险族群来这么巧 原因是什么 因为去年放太多纾困款 没办法 去年你看那时候三月份的时候 政府长官出来讲 你们不要问这么多 现在人民有需要政府要 美国一次利率就降到零 就是要救市 救到最终极的手段 所以当然谁最听话 官股的行库一定最听话 政府大长官说要纾困就要纾困 说要借就借 所以也鼓励大家 你有借到钱 你在股票赚到钱 要还一点给银行 你看张银他其实还不错 他的股东会通过配发0.46元的股利 然后现金0.3股票0.1 其实现在能发股票股利的不多 以前汉卫很不喜欢股票股利 因为我觉得还要去算什么折价 等股票拿走上才能卖 所以我会想我错了 这个才叫股子股孙 对而且人家配股票股利是几块钱配给你 是用10块钱的价格 对不对 你看有一些大型股 现在很少公司配股票 很少啊 因为我为什么要用10块钱去买 拿我自己股票配 虽然它叫增资 就银以转增资 这种感觉 可是你在外面现在买 有些公司你根本没办法买这个价 那其实银行内我们再看核库金 我等一下再讲他们统一 为什么在疫情里面 不能说受惠 但是他们是相对比较不受影响 你看股利也配发0.85元 然后引以转增资 这个就是类似股票股利 也是稍微有这个明显的 这个还不错 那其实这两个公司 他都有提到一个关键点 就是因为我跟大家讲 不管是在这个疫情之前 你的公司 你的CEO 你请谁来 还有什么CTO技术长来 你要帮整个公司企业做数位化 都没办法 只有这个COVID-19一来 所有公司自动数位化 那其实金融业是最先率先数 现在路上朋友看到我们 都说这个疫情之下 就只有你们这个行业 没受到影响 股市交易热落 所以金融业 其实他们很早就已经在做一些 所谓云端或者是数位 线上开户户 或者线上交易的动作 甚至现在连关锯行顾都推 数位存折 我自己就有开一个 没有真的存折 就是数位存折而已 就不用再拿这本子去刷 当然像我们这种 看似年龄其实很老 自己有点怕怕的 但是后来发现也习惯了 然后现在消费 大部分都用信用卡 那你很多很多什么 配集制领誉的时候 是绑定信用卡 所以你就可以在网路网购 非常快 所以他们银行现在都在 针对这一块在积极做服务 当然你说什么城市交易 或者是投资理想 那是其中一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业 至少在今年 它疫情之下 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是它影响相对比较小 然后行情又不错 然后七八月份 你要知道 这些公司很多都有投资 它又准备要拿股指股 生股利 都会反映在财报上面 所以我相信股东会过后 金融类股 大家可以留意看看 好 所以汉伟提醒大家 不要把焦点值 放在这个航运拉钢铁 有时候资金真的转个弯 可以看到 其实金融股 有一些涨势也非常的漂亮 那本周股东会的 除了当然看到金融股 要做观察之外 还有就是在台湾的PCB的一个产业 我们看到自动化检测设备厂 这个目得的部分 在股东会上也乐观看待 下半年的结单 全球疫情刺激 在经济发威 高效能运算 以及车用电子 也为台湾PCB印刷 电路板产业带来扩敞热潮 我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说5G AI以后 以后像很多边缘计算 那以后的蔚来车 那甚至蔚来的 所谓的一个智慧型工厂 其实这些东西 PCB的应用方法 越来越拐 越来越精密 这波热潮由龙头大厂 针鼎星星带领 其中针鼎KY董事长 沈庆芳 日前也亲自前往大陆都军 由于产业加速扩张 每个脚步都不能马虎 做自动化设备的目得 也一样努力跟随客户脚步 也因为5G的关系 所以一些高阶的HDI的版 也很畅旺 所以我们从两年前开始 布局的载版的市场的设备 那现在一一也都完成了 所以在市场上也开始推广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这段时间 它的成长是乐观的 穆德20号召开股东会 董事长汪光夏特别向股东 说明市场趋势 并乐看下半年景气 下半年的 因为整个的载版的市场的活跃 5G的市场的活跃 所以下半年的需求 应该也是蛮乐观的 我们上半年推估 今年要达到双位数的成长 我想这个目标 应该是可以达成的 去年穆德获利丰厚 今年第二季营收7.15亿元 也创下8季来新高 股东会通过配发9块现金鼓励 我们其实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发了一次了 所以我们一共 其实我们一共发了12块钱 今天是发了9块 但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发了 好像发了3块左右吧 PCB产业产值持续向上成长 去年高达1.04兆 已成功挤身台湾第三大兆元电子产业 目前已经是台湾仅次于半导体 跟显示器的一个重要的电子产业 那这个面对这个产业的一个蓬勃发展 事实上它有它的隐忧在 也就是所谓的两缺一步 缺人缺工缺少自动化 PCB目前燃鼠劳力密集型产业 而随着台湾本土疫情爆发 以及全球第三波感染 员工防疫更是拉紧发条 记者注意 阴影哲新竹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